喔,我在床跟那個最近傳染有問題,馬路 喔,我還不知道有分餒 我知道薑不可以晚上吃 可是我不知道,木耳也不能晚上吃 所以跟我先生一樣晚上不吃飯就睡,什麼事都沒有 他晚上不吃飯 他晚上不吃飯很久,幾年 他習慣就不餓了 所以說,以前有一本書寫的叫羅羽 羅體,圓紅,羅羽 就寫我們人類,我們人類直接不是honey 我們人類不是童年,童年是童年 童年是長的毛 我們人類不長,這些是童房 是不是? 所以我現在寫了羅羽 他寫了這麼一篇 他說,野生的猴子有沒有看到胖猴子? 沒有啊 對啊,野生的猴子不會胖 但是人類患癌的那個猴子 都長胖 為什麼?三餐為你吃 對 猴子是這樣子 他有東西吃的時候 不是吃到鼻子 他放在那裡塞幫子 真的喔? 對 放在那裡幹嘛? 他不餓的時候 幾點出來吃 所以你給他一顆番薯 他一瓶咬不用就把它塞幫子 東西給他吃飯 所以我們人類要學起童子 想要瘦的話 像你沒有胖的問題 還好 想瘦的就是要少量多吃 不是為了吃飯而吃飯 是餓的才吃飯 餓的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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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剩你很多的問題 就是三餐定吃飯 因為我們大家是問 你這個時候不去吃就沒有的賣 對不對?外洗肚 好,我們也學起猴子 用來塞幫子裡面 所以我就和我哥 因為那個 醫生健老師在檢測說 腸胃細菌有一點問題 就給他小吃一點 為什麼? 為什麼? 醫生健 因為酵素就是醫生健的食物 並不是說 吃了一個酵素就把生理 腸道補散 而是說讓醫生健的那些好食物 好愛人 讓醫生健長 但一個教授 你應該知道嗎? 然後 有陳醫師啊 在那個肯療路上 陳昌 沒那麼多 你是說要醫療的? 不是,不是 他是專門在弄那個所謂的抗拒 他有一個東西 他有一個東西就是 針對胃子 十二指 裡面的 幽門裸血感菌 他說 你 潰癢呢? 或者你腸道不好呢? 最主要是 醫生菌 就好菌跟壞菌不一樣 對不對? 我們年輕的時候 小孩子的時候 好菌多也好菌 慢慢慢慢慢慢 我們什麼都吃 亂亂吃 所以呢 腸道裡面的 醫師大腸裡面的 好菌慢慢少 壞菌 所謂的八道壞菌 在裡面就滋生了 所以說 陳昌明醫師的理念是 以前 蔣辛苦實在不是一個 疫情專業 我們腸胃也要做疫情專業 把壞菌抓走 那所以怎麼做呢? 他吃了他一個抗 他抗肌是怎麼搞的 就把那個 腸胃裡面的 那個壞菌 抓走 讓壞生菌 來放空間 像我們社會 如果壞分子多 好溫子少 就社會怎麼會安定 對 就不安全 好 那也許去 等一下 你給我那個醫生的地址 你看 就進去給他看一下 我覺得的話 我覺得吃這些東西都 效果都沒有看到 為什麼呢? 尤其我們補充疫情分 你吃了 對不對? 又會經過腸胃 又會經過胃 胃裡面有一個很厲害的東西 胃爽 幾乎呢? 百分之九十以上 就在胃和胃散了 像那個人樂多 他耗成有三百億個胃革 對不對? 但是 就是因為 幾乎全軍顧目 你 能夠到十二十 可能到小營去 然後到小營去 然後到小營去 那陳昌明也覺得 把環境撞掉 讓壞生菌慢慢的 好環境有時候長 你補充一點酵素 壞生菌就趕快 好 好 我不好 會不會痛 很舒服 對不對? 舒服嗎? 對不對? 舒服嗎? 謝謝 他精神一神 可以的 好 謝謝 謝謝老師 來 腳可以放下 好 好 好 謝謝 謝謝